好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节目单呀 三位演员的这个表演啊 是第十四个节目 想知道一下这个节目大概在什么时间登场 这个歌舞节目叫我们都是追梦人 它里面的歌词呀或者是旋律方面 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首歌主要是因为就像它的名字 本身是一个追梦的一个一首歌曲 就是象征着我们这一代 我们这一代新青年要就是为自己的梦想 就奋斗这样一个比较的积极的这样一首歌 然后在大年三十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跟大家一块过年就会感觉 就是整个节目都很喜庆 对 是这样 然后那这首歌的旋律 在我们听来都是蛮朗朗上口的 就是希望大家之后 在看过我们节目之后 能够在脑袋里想起一段这段旋律 然后和我们一起努力向前 这首歌主要的整体氛围都是整理向上 非常欢乐 然后主题也是讲的追梦的这个主题 经过三位这么有趣的介绍呀 说不定今晚直播之后 明天大街小巷都会有这个旋律 成为经典的春晚上的歌曲 三位过去曾经登上过春晚舞台 有多次的经验 回想过去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 就是想到我们就是春晚也是 陪伴我们长大 我们也是就是第一次来的春晚 就是从一个儿童节目到现在 就是给大家分享我们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种追梦的这样一种歌曲 就感觉我们自己好像也长大了春晚 也是陪伴了我们的成长 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对 我是记得 因为我每次上春晚都是穿的红红火火的 那这一次 现在还没有穿上正式服装 那正式服装也是依然会红红火火 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红红火火 圆圆满满 是第四次上春晚 然后前三次也都是跟一些前辈的各个姐姐们一起上舞台 所以从最开始的儿童节目到现在 所以我们大家也都有各自的成长变化 听了三位的介绍 我也特别的有感触 因为在他们第一次2016年登上春晚的时候 我采访他们 个子还没有我高 现在都比我高出好多好多了 好 想问一下三位 过年的时候 如果你给青少年朋友推荐一个要做的事情 会推荐什么呢 我觉得过年就是大家可以再就是去到自己的家里面 多陪陪自己的家人 因为像我们就是因为很少的时间去陪陪家人 所以我们一般回家 最主要的时间都是在家里边 就是跟自己的父母或者自己的亲戚聊天 跟他们共度一下就是这种难能珍贵的一样 就是团圆的时光 陪伴家人 对对对 我觉得是可以跟家人一起做做家务 比如包包饺子 然后一起剪剪窗花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家人不会在乎你包的好不好 他们只是在乎那份心意 你们陪他们做事的心意 陪着家人做事 陪着家人做做饭 然后尽可能的话做家务 或者陪家人写写春联贴一贴 还可以陪陪家人贴春联 传统文化要弘扬 三位都已经长大了 在过去一年有很多的成绩 人说一年之际在于春 今天刚好又立春 那就想问问三位在新的一年 有什么打算跟青年朋友 又要分享的话又会是什么呢 新的一年呢 主要是会有自己新就是全新的工作 有自己新的一种旅程吧 就是要好好的去就是好好的去出自己的作品 然后呢也希望跟大家一起进步 然后呢学习也不能落下 就是跟大家一块的好好地学习 学习不能落下 那我的话可能新的一年会 更多的出一些歌曲 然后也会把之后的电影拍了 然后也会做一些事项准备入学 对 那期待王源的歌曲和电影 希望新的一年自己在各方面学习工作 包括一些各方面的作品上面 让大家很满意 好的好的 那我们基本上的采访就到这里 因为他们是第十四个节目 还马上要去做准备 我们就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再次感谢广泉 感谢这个文静 我们给你们拜年了 拜拜 拜拜 拜年 也谢谢陪斐 也谢谢你们这么多的演员